對其實有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我會搬家的原因是因為之前 因為可能報導的關係所以有不明人士在我家附近逗留 然後也有就是假裝我遠航的親戚 然後試圖要進來我家裡 那對我來說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那最主要是我又不常在家的話 我會很擔心我妹妹不在安慰快搬家 妳說假裝遠航親戚有進去 對假裝遠航親戚然後跟管理員說 然後是不是要進我家 那個管理員覺得他很奇怪 然後就提醒我們公司講說 有一個男生一直在樓下的 沒有那個真的進去 沒有真的進去 對有被打馬路 對有被打馬路 所以因為這個的關係我覺得 在樓下同一個人 對然後就可以剛剛在樓下 就是他還有送東西給我 送什麼 送什麼 娃娃還有爸爸 對 那我跟你說什麼 譬如說說很喜歡你之類的 應該是 就是 嗯 我很謝謝他就是 嗯 支持我跟喜歡我 但是 如果就是已經牽涉到就是 家裡的安慰的話 我會 對 有點不開心 所以家人有時候很害怕是不是 那他們是 當然是擔心我 擔心我其實更擔心的是他們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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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